现在的国族我们该说什么好了,不过好像我们不管怎么说,都国族的这些人都不为所动,不知道他们是在专心训练吗? 还是已经不在乎了,其实虽然说说现在大家都在嘲讽国族,但是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人,其实国族有些人的足球水平还是挺好的,像是前国脚犯志义,现在是上海深华足球俱乐部的主帅,曾经被评为年度最佳队员,而且还在水晶宫队担任队长,2002年的中韩世界杯中,就有范志义的身影。 不过在世界杯结束之后,他就退出了国家队,现在的国族为什么总是踢不进世界杯? 看看在平常的一些小组赛的成绩,居然能移到武术给泰国队,对此范志义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公开打脸国族,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。 确实这也是中国足球史上的一大吃乳了吧,除了范志义的评价之外,国族这些成员们的聚餐照,也是狠狠打脸啊,在聚餐的时候,他们穿着过训练的球衣,但是却是打肉打肉。 小编就像问一句他们这么吃,真的对得起他们的身上的球衣吗?真的对得起中国的球迷吗? 而且除此之外,中国国族们平常的训练餐,也是有鱼有肉,看看人家飞罗平常的饮食和锻炼。 中国国族这简直就是养了一群好之懒作,而且还不作为的家伙。